发现说好一起丁克的丈夫偷偷掉包避孕药 第二天我反手就给他装了一个人造子宫 看着他惊恐的眼神 我笑了 老公 反正你也没我搞科研的赚得多 这个孩子你来生好不好 满脑子传宗接代的婆婆要和我拼命 我拦住他 妈 流产你儿子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这他可是个男孩 婆婆的动作迟缓了一瞬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了说好一起丁克的丈夫竟然背着我偷偷掉包我的避孕药 我们一开始明明就说好的 现在还不是要孩子的时候 他也点头同意了 甚至因为这是我提出来的要求 所以我主动去吃伤身的避孕药 可我的丈夫 他是在做什么 他将我的避孕药换了维生素 既然你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看着丈夫喝下我递给他的牛奶 我心满意足地笑了 月黑风高夜 正是干好事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 李明刚醒 就对着我都能抱怨 说我昨晚给他喝的牛奶有问题 他肚子不舒服了一晚上 我涂着面霜 扫了镜子里的李明一眼 他正紧紧盯着自己的肚子看 这揉一揉 那搓一搓 然后突然尖叫起来 老婆 你快看一下 我肚子他是不是变大了 我面无表情地对他翻了个白眼 哪有那么快 我昨晚才给你装上 你给我装什么了 他音色不稳 惊恐地叫起来 忘了告诉你了 昨晚给你安装了一个人造子宫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厉害 他听闻愤怒地捏着我的手腕 眼睛里的火好像要烧死我 吵我怒吼 厉害个屁 你安装的时候问过老子意见吗 老子同意了吗 我反手就是一巴掌甩了过去 你换避孕药的时候也没问过我意见啊 苗的 这狗东西竟真大啊 手骨好像都要被他捏碎了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不敢相信我会打他 毕竟我嫁给他这几年 脾气都是顶好的 可是再好的人也是有脾气的 那能一样吗 他的气势弱了一瞬间 随即声音斗掌 你是女人 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 我一个大男人生孩子算怎么回事 照你这么说 男人赚钱养家也是天经地义的 那你怎么每个月还吃我的 住我的 用我的 这又算怎么回事 我 他支支吾吾 脸色通红地看着我 你也别我来我去了 上天没给你生育孩子的机会 我给你 让你拥有了亲自圣子玉子的能力 你不得三跪九拜地感谢我 当然 我这人乐于助人 尤其我俩关系还不简单 谢就不必了 好好照顾自己就行 我最后看了一眼时间 八点半 刚刚好 出发上班 对了 我亲爱的老公 好好保重身体 晚上回来告诉你一个惊喜 还没能坚持到晚上 下午三点左右 我就接到了我婆婆的电话 大声诺骂我 让我赶紧滚回家 我反手就是一个拉黑 什么人 也想来打扰我的工作时间 知道我一分钟多宝贵吗 这个时候我工作的好处就出来了 科研工作 不论什么都是保密 他们就是想找都找不到我 我叫林青 九八五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 在校期间就已经参与某生物所的研究工作 博士读完后 直接参加工作 我的学业工作一直都是顺风换水 就连我的婚姻也一直是我以为的顺风顺水 我和李明是同届校友 她是文学院才花横溢的才子 我是生物院的实验室狂魔 或许是自己曾有一个失于远方的梦 所以我和李明在一起了 是有曾无数次的说羡慕我学业 事业有成 现在就连婚姻都是那么圆满幸福 当时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在我们顺理成章的结婚后 我才发现一切只是表面上看得那么幸福美满 李明很会隐藏 或者说他们一家人都很会演戏 我去过他家好几次 每次给我的感觉都是李明是一个绝世好男人 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他父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和他妹妹都是由他母亲一个人带大的 兄妹俩都很内向 不善于交谈 但是都很勤快 孝顺 我每次去的时候 李明总是抢着做事 几个人的饭菜都是由他一人包揽 我和他母亲还有他妹妹就坐在沙发上聊天 他母亲会亲切地叫我轻轻 他妹妹虽然不爱说话 但是很老实 给人的感觉也是温柔内敛的 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他们也都对我很好 从没让我进过一次厨房 我也错过了他们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密谋 这些假象蒙蔽了我的双眼 让我觉得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找到了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我从小就是孤儿 吃着百家饭长大 一点点恩惠就可以让我记好酒 李明对我的好让我忽略了他是一个妈宝男的事实 或许我不该歧视妈宝男 但是个中冷暖 只有自知 直到我一次次又一次地不被他选择 不被他维护 直到他一次又一次地消磨掉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 我才真正地看清他 婆媳斗争中 丈夫要在双方之间学会调解 可在我和李明母亲之间 我永远都是不被坚定选择的那一个 李明每每选择我的时候 在他母亲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开始摇摆不定 下一刻他就会坚定地选择他母亲 在我与他母亲的这张斗争中 我从未占过上风 他母亲的一句不喜欢不好就连带着否定了我所做的一切 他也从不为我辩论半句 我的辩论一次又一次地被他无所谓 不耐烦的语气打破 婚后我以为会在我耳边经常围绕的是他的爱意 现实却是一盆冷水 将我泼了个透心凉 他年纪大了 小时候为了照顾我吃了很多苦 你就不能让着他吗 他是我吗 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他说你错了你就错了 这还需要去跟他争论吗 你就不能为了我多让着让着他吗 他还能活几年 你还能活几年 能不能动动你那高贵的脑子想一想 此类话语 比比皆是 不能想了 再想我都想抽当时的自己了 这么低级的批黑话语竟然还让我这个社会主义接班人中招了 也不知道当时的自己怎么了 对他的恶劣态度只会一昧地忍让 果然还是当时给他家的滤镜太厚了 磨了这么久 才将他最真实的样子展示出来 我可不是什么父母教养呵护长大的乖乖女 我是泥潭里挣扎而出的野草 有些是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 五点半 我看了眼手机 到点准时下班 我出去吃饱了肚子慢悠悠地荡回了家 家里肯定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不吃饱怎么会有力气 林青 你这个贱人 现在才此回来 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果不其然 我刚进家门 还没看清眼前的形势 李母的巴掌和赤马就向我迎来 而沙发上坐着脸色愤怒到极点的李明 和他那畏畏缩缩的妹妹李澜 这就是真实的李家 不再掩饰隐藏的李家 强势很辣的母亲 被宠的无法无天的妈宝男儿子和重男轻女状态下养出来的女儿 这样的一家人 试问现在会有哪家敢把女儿嫁过来 也就是我 当初朱油猛了心 一门心思的要往李家跑 现在后悔的也只有我自己 我用舌头顶了顶腮帮子 感叹着他们一家人怎么手筋都这么大 我一巴掌打过去没有这么痛怎么办 那就两巴掌 这种事不回本 我做梦半夜醒来都要抽我自己 我直接一巴掌朝李母打了过去 她显然没反应过来 又或者说这屋子里的几个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毕竟以前的我可是最缺爱的 这辈子就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 只要谁对我好一点 我就一门心思的对他们好 动手 是不可能的 对他们动手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李母被打懵的时候 我直接又一巴掌甩了过去 随即甩了甩两只手 满意的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哎呀 不好意思 两边手劲不一样大 没给您打对称 需不需要我再帮你补一下 我一脸惋惜家月月遇时的表情直接激怒李母 你这贱蹄子 你敢打老娘 老娘饶不了你 话还没说完 就挥舞着手脚向我扑来 我自是不怕的 但定的向后一步 一个高大红尾的背影就挡在了我身前 是我吃饭的时候过的保镖 一米九的高大硬汉 我昨晚上干的好事 估计得把这母子俩给气死 少不了一顿腥风血雨 别动手 动手就给我滚出去 这房子可是我的 我从保镖身后探出个脑袋 笑眯眯的看着沙发上的李明 李母在狂怒中没反应过来 一盘看戏的李明不可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这房子虽然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新房 但都是我出的钱 李明他们一家可是一个子都没有出 为了让我嫁得安心 我买房的时候李明还专门去做了公正 虽然这个房子是婚后买的 但是还是我个人的财产 他当时的这个行为可把我感动死了 现在想来 当初的自己可真傻啊 这是我自己的钱买的房子 关他什么事啊 一个所谓的公正就把我感动得要死 还让他去装了好人 担了个美名 有什么办法能让暴躁狂怒的人立马冷静下来 很简单 设计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这方法简直就是灵丹妙药 一用一个准 李明立马拉着李母 给他平复着心中的怒火 妈 你不总说这世上没人能比你儿子金贵 那你儿子生出来的孩子不是更加金贵吗 胡言乱语 他一个大男人生什么孩子 妈 生下这么宝贵儿子的您都可以生孩子 他有什么不可以啊 就算他不行 还有我啊 您跟我说 包管给您弄得妥妥的 我爸 最近刚好在研究这个人造子宫 然后他刚好还成功了 所以我就免费的给李明也弄了一个 得亏咱们关系不一般 这种好事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是吧 阿大 阿大 我过来的一米九的硬汉保镖 吞咽着口水 结结巴巴的配合着我 是 是啊 我都 没这 后面的话完全听不清 不过不影响 我完全就是想活跃一下气氛 他会回应我 我属实没想到 李母显然是被我的话给气傻了 只会死命地瞪着我了 而李明 他这个妈宝男 有妈就是天 有李母在的地方 他就是个三岁孩子 只会哭娘喊娘 至于李兰 他就更不敢说什么了 低着头 时不时地偷偷瞟我一眼 拿捏妈宝男 拿捏住妈妈就可以 天杀的 我们我们李家这是造了什么呢啊 他让你这么个扫把星 我怎么有脸去见孩子他爸啊 李家的香火怎么办啊 李母在这哭爹喊娘的 李明也在那揉着肚子哼哼唧唧的 我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出戏 等时间差不多了 我才慢悠悠地出声 妈 您多虑了 我怎么会让李家的香火断在我这了 这我就更没脸下去见罢了 这子宫都有了 下一步不就是孩子了吗 你这天杀的啊 你把我儿子折腾成这个样子 你还有脸说 李母一路骂骂咧咧的 持着我的手就要我给李明把那个子宫给弄出来 你们早说啊 这时间都过了 而且孩子都有了 打了您乖孙都没了 什么 忘了跟您说了 我昨晚顺带还给李明肚子里放入了一个小生命 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已经成型了 小妹不是学医的吗 刚好可以看看成没成功 李母和李明爱面子 男人身上有子宫 李明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医院看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李兰 李兰刚好是学中医的 免费又能搞密的劳动力不要白不要 李明颤颤微微伸出手 恶狠狠的看着李兰 似是李兰要说出她不爱听的话 自己就咬死她 李兰盯着巨大的压力 拔上了李明的脉 脉向快而滑 似有五个月身孕